《偉大國安法》 那天不是預計20日可能會立嗎 我想問如果不立是怎樣 法制上 法制上如果不立 我聽新聞從業說 人大立法不太兒戲 通常人大常委會普通一條法例 開三次會 每兩個月開一次會 即半年還有30天的諮詢期 即7個月 但上次說是特事特辦 希望是甚麼 應該這樣說 我理解沒有錯 因為你跟得比較貼 他說的6月尾遲 我現在想想 我沒有聽過大陸這樣說 是我們的KOL這樣說 是估計 估計是因為要對付 例如7.1遊行 甚至是答案 但原來一條法例 正式可以在大陸 普通法例是 但這條法例說是特事特辦 他也可以特事特辦 因為特事特辦 可以開臨時會議 或就近平時會議 立即通過也可以 可以開兩次會 也可以開一次會 通常都會諮詢 但他也可以開完會 不諮詢也可以 甚麼叫特事特辦 就是這樣 但如果不諮詢便會犯法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 他不諮詢便會犯法 這個叫立法法 他是要諮詢30天 但他可以不跟 他肯定說到不跟 他要不跟 大陸就不跟 但我不需要你去 但因為 我們做短一點 那為何 他不立 星期六 既然立得立 所以六立便可以 因為我 上次蓬佩奧楊潔篪 出到來 一個字拖 這個周末 不會立 但隨時有機會 因為劉兆佳收到資料 劉兆佳收到資料 劉兆佳會收到甚麼資料 劉兆佳會收到甚麼資料 劉兆佳在想資料 他算是甚麼 畢竟是董建華的志郎 但問題現在是 林鄭月娥和 比教師收到資料 我不是收資料 會報 那是人大常委 叫他譚耀宗 林鄭月娥都收不到資料 譚耀宗也收不到資料 那你憑甚麼 劉兆佳收到資料 他說20日便會立 結果拖子也是中的 有些人說 看政你中了 蕭先生不中了 蕭先生也未必不中 因為他說7月之前會立 但是這樣說 蕭先生說到這樣的時候 如果用回正常 我就不喜歡這樣說 剛剛逆思維 那就不用立 但是現在是28至30日 開一個特別會議 雖然裡面沒有寫港版國安法 但是隨時加都可以 這次我相信 就在22日至28日這段時間 如果歐洲美國給到的壓力 中國不夠大 他覺得都是打嘴炮的 他便會立 我是這樣看的 我覺得上個星期 因為剛才是楊潔篪和蓬佩奧 兩三日後的事 根本未消化到 而楊潔篪帶回去的訊息 我相信令中南海覺得 是否是 是有這樣的想法 甚至出現到有人 會力了 會先聽多聽 先等多一會 但上個星期二六 就有 剛才會說 港本哈根峰會 就是蓬佩奧的講話 又有歐洲議會 又通過了 要強硬制裁中國 家育行的國安法 即建議歐盟 對 他有力 你不要當他完全沒有力 因為歐洲議會都是民選議會 雖然平時 始終是每一個獨立國家 但平時通常都是 人權這些事才會發生 歐洲議會這麼大比數通過 歐盟很少不跟進 很難的 好像六百多人有五百六百多人 五百多人 平成九成來通過 還有些棄權 好了 你說這些壓力 是否會屈服 正常來說 我們用正常來說 因為我們經常覺得 如果用我們的邏輯理論 根本沒有你不屈服 看不到有甚麼招 但是有個 不要引憂 有個機會 如果壓力太大 一拍兩三 他都會照立 他不立即是六 既然立即立即立 所以六立便可以 因為我說了 上次蓬佩奧楊潔篪出來 我一個字拖 這個周末不會立即可以 隨時有機會 為什麼 因為劉兆佳收到料 劉兆佳收到料 劉兆佳會收到甚麼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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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兆佳會收到甚麼 劉兆佳會收到甚麼 劉兆佳和董建華的劉趙郎 但問題現在是 連林鄭月娥和 比較少收到料 我都不是收 匯報 因為那日真是人大常委 譚耀宗 林鄭月娥都收不到料 現在是 你讂憂憂何某 劉兆佳會收到料 他說二十日便會立 現在是不立 结果是拖子都是中的 有些人说看正你中了 萧生不中了 萧生也未必不中 因为他说7月之前会立 国安法会拖子 或者今年内立不了 因为我之前也说过 我听见有一些坎如命理述素的人士 就跟我说 今年立不了 如果他要继续挨挨挨挨 拖到底会拖到总统大选之后 但今年立不了 那11月都会选 明年就立得了 你想想特朗普当不当选 当然是重要 我句句都根据来 英国脱欧 特朗普做总统 楼市跌5-10% 委内水脱两年之内都不够 克里米亚半岛一定是俄罗斯 抢人欧盟 多多东西 之前说什么南海战争 就说什么中国越南必定发生战争 我就必定不会 大家在超级留言 就掩住他的嘴巴 为什么 我说话超级留言有什么所谓 还有 你想我教就教 教学费先 你职不职得起我都成问题 膝头 蓝丝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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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很多有时 我都不记得 有很多 那些 不要说太多 自己都不记得 少人 好